中心经纬客户端1月2日电 今天2日是A股2019年首个交易日 户深两市双双高开 户指报2497.88点 涨0.16% 深城指报7259.49点 涨0.22% 创业板指报1250.62点 涨0.01% 户深大盘开盘指数来源 Wide盘面上 环保、石油、船煤、地产等多数板块涨付居前 白酒、雄安新区、赛马等概念股活跃 军工、煤炭、有色等少数等板块跌幅居前 回顾A股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12月28日 两市维持正当走势市场 人际较为低迷 盘中护指售券商股齐正 一度重回2500点整数关口 及至收盘三大指数均小幅上扬 纵观A股2018全年表现护指下跌813.27点 跌幅24.59% 深层指下跌3800.60点 低幅34.42% 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跌37.75%和28.65% 顾之左深层指右2018全年跌幅从全球来看 2018年主要股指均出现下跌每股到穷斯指数 跌5.63% 标普500指数 跌6.24% 纳斯达克指数 跌3.88% 德国股市跌18.26% 法国股市跌10.95% 英国股市跌12.48% 亚太市场方面 2018全年香港恒生指数 跌13.62% 日本股市跌12.08% 韩国股市跌17.28% 2019年已经到来A股市场表现会如何 财富证券报告指出 2018年A股纳入名称 复实罗素指数外资 稳步配置中国资产 彰显成熟资本对A股的信心 从当前位置看 A股整体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溢价回报 已接近底部水平 预计2019年大盘有望上涨至3000点上股 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认为 2018年A股市场出现了大幅下跌 各种利空因素 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应 甚至是过度反应 运计未来随着一些利空因素的边际改善 投资者的信心 也会随着利空因素的边际改善 逐渐提振 2019年将出现恢复性上涨行情 A股市场有望重回3000点之上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表示 对A股而言 2019年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A股的基金因素正在增多 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效果 将逐渐显现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减税政策一旦兑现 将极大的股股市场信心同时在A股估值 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的背景下 预计境外海外资金将持续流入股市 如果外贸不确定因素减少 相信2019年A股会走出震荡回升的格局 中心经为APP